為了要讓病醫增加劇本的氣氛 也和當台跨境的人比較不聊 第三點秀團病醫 特別邀請入國宮愛好劇室的尖鎖一個月 來電視他們的思綵以及為了相關創作劇品 電視時間到十幾月三十一刻 希望這次可以帶來看醫生的臉中 有另外一種溫暖的感覺 這點病醫的理勞當台跨境時 我們真得一百又一百的劇本作品可以享受 也是後來看醫生的臉中 只有一份溫暖的感受 不過這些舒服作品 都是一位高零九十三歲阿公 將心中所創作的作品是真不簡單 我電出的七件的作品 第一件就是藍町情緒 一個日期的九六七 九六七六 還有一支隨時的開店 另外四個就是修平 十年一年 我在六國國校一百年卻 電藍國 然後你們說要辦這個十月的店 那我想說這三件 又換我拿來採電了 而且除了九十三歲阿公的作品以外 還有一支小的劇本作品 對修法各位做都有 也是因為這幾歲都愛好 結果等級研究雙關第四個創作 必須就要請 來到第三數團便宜來做電視 雖然是一家人同一個老師教出來的 其實完全不一樣 那畫畫的部分只有我弟弟 他精以臨摹的這樣的一個技巧 但是從表現的這些書畫的作品 融合我們地方的這個特色 尤其是山竹啊 這些的特色 那這一次我想大概 更不簡單的是 九十四歲的老先生 到目前為止 他還有辦法 每天完成書畫的一個寫作 而且他的作品裡面 真的是讓我們看得非常感動 那所以我也是希望 那更多人 透過這麼好的一個發展裡面 那把老先生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精神就是 協助指定 活到老學到老的這個精神 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我想大家每一個人 每天活出那個企業 還有亮麗的人生 占加一支花仔給我們創作電欄 對十一位車 一直電視到十二位31號為止 懷疑幸福的民眾 可以來享受 當時希望大學 來看醫生在等待 看真的別人 不會沒了 有另外一種溫暖的感覺 今天算差不多